当播足球快讯 2021年9月1号 牛津联望击溃剑桥联 星期三凌晨 英感赛将同时上演多场较量 届时剑桥联 同牛津联一决高下 牛津联目前在联赛当中 拿到三胜一和一副的战绩 整体表现优于剑桥联 加上交手往直上占据优势 牛津联金仗赢波不成问题 剑桥联最近其实状态有点提升 近两轮联赛都拿到胜利 攻入四球的同时没有失球 同之前在联赛两和一副的 开局表现对比 进步明显 不过需要正视的是 剑桥联以往和牛津联交手 所拿到的战绩并不好 近四次交手 两和两副 上一次战胜牛津联要追溯到2014年 而且近四次碰面 剑桥联只获得一个入球 也是赛季初期较为低迷的时候发生的事 现在来到英錦赛赛场 多少会对牛津联有点顾忌 剑桥联在英錦赛历史上高光时刻是 2001-02赛季杀入决赛 但是最终只是屈居雅棍 近年的成绩较为惨淡 将重心偏向联赛更多是剑桥联个无奈之举 牛津联在英甲新赛季获得三胜一 和一副的战绩 以10分的联赛积分 处于积分榜前列位置 可以说牛津联的开局发挥 稍胜剑桥联一筹 牛津联在近年英錦赛上的战绩 都令他们的球迷觉得遗憾 因为他们在2015-16 2016-17两届比赛 都是杀入决赛 但最终无功而反 或者他们今年会继续冲击 这项赛事的桂冠 上轮联赛 牛津联攻击手尖是亨里状态火热 个人独中三元 帮助球队走出各项赛事两连败的阴霾 而英甲新赛季首战 牛津联和劍桥联交手的比赛 就是使当为前者首开记录 这两位球员 都是牛津联这场比赛的获胜关键 他们将会带领牛津联诚勢 追击劍桥联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信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